第四篇 大卫的诗 焦宇灵长 用思弦的乐器 嫌我唯一的神啊 我呼吁的时候 求你应允我 我在困苦中 你曾使我宽广 现在 求你连续我 听我的祷告 你们这上流人啊 你们将我的尊荣变为羞辱 要到几时呢 你们喜爱虚妄 寻找虚假 要到几时呢 你们要知道 耶和华已经分别虔诚人归他自己 我求告耶和华 他必听我 你们应当畏惧 不可犯罪 在床上的时候 要心理思想 并要肃静 当献上公义的祭 又当倚靠耶和华 有许多人说 谁能举示我们什么好处呢 耶和华 求你扬起脸来 光照我们 你使我心里快乐 胜过那丰收五股心酒的人 我必安然躺下睡觉 因为独有你 耶和华 使我安然居住